看一下第三把BP还是不放赛拉体积 一边不放赛拉一边应该只能左翼肯定也出不来了 大家现在都真的都没有找到特别好能解决左翼的一个办法 我依赛拉不放现机办了 而且是微博这边这一般的啊 有点所谓拿 电机清赶引大家都没放 胜出来了 要不一抢胜呢 他说先拉九桶泰坦 泰坦泰坦这种加强了之后优先级提高了很多 京东要不要卡马加九桶或者说胜 表示他没天敌这局打野 奥阿富是对客他的 或者说胜配个武器还是九桶 泰坦打野这个版本面对到什么猴子来来 觉得他不怕 对 九桶加炸弹人 这好像要脱吗 那这边其实微博这边看一下 如果是胜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不用着急了 毕竟他们这种泰坦可以摇 那可以直接把这个圣跟杰一起抢 确实如果圣跟杰一起抢的情况下炸弹人就很难受了 对 炸弹人难受 然后编度分带人也难受 不要了 这边只要隔温 那这隔温走哪里 这么早出的话可能是一个打野隔温 那如果走线上的隔温的话得先看看对面出什么 那是先拿了圣那就是圣带着隔温冲阵 对的 打卡丽 这圣衣出来可能京东又得头疼了 你还不好说这个这个隔温走哪里 万一他走上单 你上单给的压力不够 因为现在清安引箭机都没了嘛 你上单大概率是个武器什么的 隔温打武器也好 再补个杰什么的 那可能 对吧 这个圣洁又可以前期去秒后排 然后中期的话 圣跟着隔温冲阵也可以 那这首 杰的话看京东会不会绊掉吧 这边把弹篮给尽掉 特别再出一个光辉啊 对于微博来说 因为时光辉绝活嘛 而且光辉加泰坦其实挺有说法的 泰坦大招给到击飞的一过程 光辉给个大什么的 这个配合还蛮经典的 对的 但是选择放出来的呀 是自己强啊 我放出来这一强 真不敢给对手 对手给的很难打的 这炸弹人基本上发挥不了 这边中路要选什么来打呢 中路其实我觉得可以出个盖伦 说实话微博这个阵容 出个盖伦加加光辉什么 我觉得就挺好的 是的 盖伦也不怎么怕阿卡丽嘛 也不怕结 上单让让这背影次哥玩格温 他之前在上一届W2里面 那个格温上单也是玩的特别好的 光辉盖伦那我觉得光辉是没问题的 你进了卡马维鲁斯肯定是光辉了 要不要出了盖伦 这局其实不是一太脆的阵容 这局就肉到底就行 我这个微博 对的 哎呀不错出了武器 光辉这手还挺好 也挺肉的 对的 也挺肉的 看一下京东的五楼啊 这几个人说实话京东这几手选择下来这个 联动性其实挺一般的 双刺客都得分开分散找机会 要正面的话 嗯 就看着联动性不是特别高 这局其实我觉得微博打团的应对策略就很简单 你被大刀给谁我身就大给谁就行 对吧 超级简单 很很不的好不好觉得这么配合就比较简单 这首位选出来可能是前中期啊 得帮一下阿卡利看能不能多找一下这个武器的麻烦 是的 也也能找啊 你你能抓人的时候剩也也能来保了一点 看飞白这个杰能不能单人对线的时候打格 不能打出点优势来吧 也难说实话 因为你要利用你的 那个杰对线最简单的消耗就二三一嘛 用影子来 他看你放影子他就放立场就好了 也不好去换他血 你要真的贴脸来打的话 格文可能大招就直接砸出来 看一下这局微博的阵容也是相对来说看着比较舒服的 是的 看一下打的怎么样吧 阵容是选的挺不错的 军中阵容不是说不能打的就是容错率问题嘛 而且操作 操作起来 难度很大 这个难度 都不是那种随便能开人的一个阵容 酒桶也好 胃也好 阿卡利姐也好 这四个点其实都是 嗯 比较合适的机会再去把这个团开起来的 是的 我们抢到二阶 再打一套 再A一下 还能再捡一下 我半水 两边下落也在疯狂的拉扯啊 酒桶直接被打残 这波酒桶应该是要回家了 那泰坦直接转中路 两边辅助都回了一下 哎 打断了 酒桶被打断了 泰坦看一下 应该往中路赶一下了 因为这个只有一点点 嗯 是的 佐温要压线的话 容易被位找到机会 来中路保一保 酒桶也来了 大家都很有默契 越是厉害的队伍 大家其实全界节奏更是相像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家想干什么 对 这就是最优解 你先来中 你不来 你就对吃亏 大家可以找到一波机会 直接控制量很弱 等酒桶的话 应该还不好杀的 有个余阵在那里 两个都弹水了 闪现 定住了人 酒桶这里直接被杀掉 喂过来了 但是这个血量有点低啊 这个血量 有点变餐说实话 哎 感觉 哎 两个都死了 对吧 这边剩刚好一个大招落下来 没有落的 没有落的 是直接走过来打的 哦对 直接走过来的 看错了看错了 对 最主要是击杀这个酒桶的时候 血量太健康了呀 这未来就是只有三权的伤害 他没有额外的伤害了 这样的话 微博这个阵容有优势 而且前期还打出优势来了 隔温两个头开局 很舒服呀 这个温 对 第一波资源团 感觉这个隔温 可能就是一个小股制造者 再加一个不甲鞋了 他前期有小股制造者的情况下 就有作战能力了 对 我觉得有个不甲鞋的话 这杰根位来找他是打不过的 是的 太坦也很舒服 太坦也很舒服 这局得看一下这隔温想出什么 其实这局隔温出个摩看鞋也行 对面有个阿卡丽有个炸弹人 你看他想出什么了 出不了钱的话就不怕杰根位 哇三个人在蹲 泰坦这里走过来 看到了好多人 在假装在卖啊 泰坦就这么杰这个剩有大的 不是很怕 而且隔温来了 这边光辉支援一个大 还可以 那九筒要先死了 这这位真的很难找办法呀 对吧 有个身在 而且他锁住了之后 很容易把自己的锁进去 对 找不找机会 而且是自己很容易会死呀 不是说这个剩 对吧 光有那个护盾 你为了个大招落下来 比较落下来的话 一个罩子一放 那个为了三拳是打不出来的 是的 为很多时候得靠平A来叠他的被动吗 不好叠出来 3比0的开局 这个其实说实话 不是说3比0你能领先多大的经济差是什么 但你会发现这几个团战来啊 京东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先手能力 就不敢开别人的 反而别人敢随便开你 这主动全全部在微博这边 这很难受 直接追着剪 我问一点都不带怕了 你现在没算好这个剩的 没算好这个剩的大聊时间 如果你的节赶上去等你大聊好了 要放大的话剩的大聊也要好了 就不敢拼到底 在唯一优势就是阿卡丽这条路啊 对到武器还是有点优势的 但这局怕阿卡丽的人说实话不多 只有一个光辉是有点怕的 但这里也带了一个虚弱来保命 对的 来一下这第一波团 这边直接动先锋 阿卡丽这边过来烧一下 然后下落小龙那边怎么说 看一下这一波打的怎么样啊 其实我觉得不能打到底吧 武器有点危险啊 阿卡丽有大的 正有大 正有大 正在打小龙的呀 正在打小龙的 没空帮忙啊 哎这波哎 两边同事交叉 这波甚是没空过来的呀 这边的话没杀掉这个酒桶啊 酒桶闪先走了 哎那这波对于圣来说其实挺纠结的 还不如去上路救一下武器 是他 这一波打完之后还好吧 微博还是能够顺利拿这个火龙的 为是去动先锋 但武器这边这波却有点拨大了 这一波甚是没时间下来的 别人在动支援团嘛 双支援团 换到了 武器也在上路还要带来自己没闪现 没双招的感觉 哦不过有圣战嘛 一切好说 我也不敢追的 这波应该是来弹量核线 老贝应该是要把这个先锋放上路了 是啦 这放了提前走人 放了就直接撞了 然后这边 这边被打到了一个太坦的有个金山 可以 可以 这炸弹人的大 还可以 效果 先上一个太坦 那这边 这边阿卡丽也死了 又定住两个 但有金山啊 哦 叔叔差点了 哎 这一波 对 有点招 这个配合 打的更好一点点 太坦这边落下来 然后武器莫名其妙死掉了 对的 4-5 4-5 然后这样的话 终于塔也被金山拿了下来 这波主要是 魏没有用大招 直接 九筒就把这个太坦给炸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啊 所以 剩的大招给到太坦之后 然后魏去开了别的人 这个配合打得更好 2-1的一个阿卡丽 阿卡丽这局确实挺富的 那另一边的格温也很富 武器带着个Buff啊 武器跟塔塔太快了吧 硬开嘛 没有小兵 姐在这里想追 但是想了想算了 武器回家应该要去下路 要入野区吗 有野区有可能要被反打啊 这边只有两个二打三 伤害可能差一点点 主统中还能扛 大人正中红仙 但格温来了 先剪掉主统 阿卡丽进场 但是这边圣摩大摩下来 伤害好高 这个圣的大招交下来都没用 这阿卡丽要端交过了 他还能追吗 还在剪 追不了 杰来了杰来了 武器三千交过 武器要死了 这人跳过去卖自己 想换没换掉 肯定换不了 阿卡丽三干一干五了 但格温也很肥 两边都有大哥 两边都有大哥 但这绝有武器感觉有点起不来 不知道 特恩 远远 咱们把上塔给开掉 好赔呀 特恩 感觉这一局这个虽然说 这个圣加这个泰坦啊老是能找到开对面的一个机会 但是有时开的时候队友的3D时间没法跟上距离有点远 最好我觉得是等光辉跟泰坦来找机会吧 算还是偏刷为主就好 反正真打起来他能下来的呀 他不着急 这边武器开了大招 胜要落了 胜费也在 这应该能秒了 阿塔利要死了吗 一撕拳还没死吗 还在场落 开一刀打死了 泰坦久总在互相打 泰坦大刀给上来 我还可以 都换了一个 两边打了一个二方二 两边操作都拉得很好 隔温继续发跃 杰是不敢惹他的 哎 隔温要来了呀 这里这九总还不走吗 看一下 泰坦勾着 没勾着 敌眼没敌到 你从这里 应该打不起来 隔温很凶啊 追着捡 大刀落下来 但是啊这客户温的伤害 他交闪现来想硬杀 没杀掉 两边应该要无视发生拉开了 都得回家补一下状态 然后准备打龙团了 那九总状态好 他不想让你回 太长回不了了 这样子 半舌打团 而且这里蓝量不是很够 就一直被感想知道你要回城的位置 哎 武器这里 大刀剩 来找到炸弹人了 炸弹交了闪现 再生落下来了 嘲讽怎么说没炒好 被反手拍大刀 炸弹人优异拉的挺满 怎么格温不在的 哎 突然优异打得很好 格温不在 太长先倒 圣也倒了 圣也死了 格温不在的 这好急呀 贝博 格温不在的 被九龙开到了 他们 他们是自己去找这个炸弹人 但是别人是人齐的呀 这波 两条 第二条龙 京东拿到了 大刀尝试一下 没机会 就等那些人都放了 哎 还要过来打你一套 挂了一个打招 这大爹是格温 那是双资源了呀 大爹是格温 那你得等格温到了再打架 我这最好是什么 他们的这个阵容 格温去找点架打 然后不要急我他的时候 圣带着落下来 然后配合格温去反打 这是最好的 是吧 因为格温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英雄他没什么流人能力啊 如果你是最后手进来打的话 别人看到你来 别人跑你没法 不一定能跟得上 但如果格温去被开去反打的话 他的输出法会更舒服一点 我觉得 在打完的话 京东的经济领先挺多的了 这局炸弹发育很舒服 三件套炸弹人 应该是的武器 大招直接挂给了这个武器 想把这个圣的大招给逼出来一下 但逼不出来啊 武器还是很肉的 立场交过了 看位要不要动手 但是这塔下要动这个格温的话 应该没什么机会 圣随时能弱的 还有转队下落 找武器了 背景吃了感觉要出事情了 还要自己上去打一套 那如果圣要下来的话 可能要把圣也害死了呀 这波吃果车 跳拼走 拉转一下 还有机会吗 还要这么胜就好 看一下想打圣要落 把圣不砍落了兄弟 我已经不落了 这波落了就出事 但那边的话找到阿卡丽的 看一下 阿卡丽被打了半选 没有机会 留不住 他们 还找到格温了 那找格温可不一样了呀 如果这要打到底的话 圣可以落的 这边肯定要打了 我们大哥好吧 这边被激活 选的压有点低了 打不起来 中路同时也在 对 我觉得很难受 炸弹人推塔很快 背影刺客 已经0-5了呀 那0-5可能得要猥琐一点 不能让对面 从自己身上找到突破口 对吧 因为现在其实如果他不过河道边 要找他来杀的话 难度还很大 因为还有个圣能保一保 那如果自己走的位置 太容易找到 那就很麻烦了 这波圣没大 格温的位置有点危险的 感觉到了应该 哎 擦眼被逮到了 立场有没有 立场开慢了 都在阳琴里面杀了呀 格温死了 这边擦眼的话 被逮捕到了 这肥的一个点啊 好 这冰线已经过去 但这边的话 泰坦赶紧勾枪走 这边要不要利用大龙来打破团 感觉到大龙闭团了 武器那个位置 这波过来 来帮忙看看 帮忙看看 有眼的 这个时间复活 速度还很快 格温是可以传下来的 打了 再打了 光辉先大刀看一下 半血差不多 太坦准备要来了 格温不会打到底的 我感觉打到底其实很亏 你看 魏已经半血了 不能打到底的 想钓鱼 看一下 炸弹在AOE 直接拉满了 这里金身 规避一下杰的伤害 光辉还在拉扯 拉扯到了 但太坦倒了 格温要来了 格温落下来 大刀减缩 第二段 减到了杰 但有影子 被拉扯 三段 光辉反而是被 阿卡丽给收掉 两边分开 两边在打 武器还要跳上去 敲一下 这边第二段 第二次伤害又来了 魏来了 一拳没打中 看一下 格温能减起来吗 格温能减得起来吗 开着立场在减 格温好像数字挺高 但武器先倒 打不赢 这一波 哎呦 武器的装备太烂了 这波打了一个0换5 京东能够顺势大龙了 魏是有个护盾在身上的 可以 边打边 平一下 护盾大龙一拉的话 微博的机会很危险 而且有炸弹的话 推进速度是很快的 这打的好的话 两三路吧 哎呀 这边第三条小 哦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越到利封的时候 这个精神一定得做出来啊 这个精神 约是利封的情况下 他的价值 甚至可以达到两千三千块钱的 装备的一个效果的 能多扛两三秒钟哎 你出多一件 方向都不一定能扛了那么久 还得 躲很多技能 对 骗 人能骗掉很多技能嘛 对的 第三条龙肯定没法撑啊 四个精神 肯定没法撑的 今天背影刺客的状态 金色有点 想开一个九种 这个九种贼肉 还放了一个大炸开 那这边 继续压着腿 炸弹一个大效果很好 这路高低也很深 暴出血 暴出血 看这是一个伤害 太长秒了 哎呦 这个伤害太高了 两路 那感觉要直接一波了 这没办法 你看一下 这打的吹呼拉球 对 2比1战胜的卫博 拿下赛点啊 哎呦 武器真的感觉 这就给的机会有点多呀 从上路的一波单挑的时候就有点 我觉得 清态不对 因为你自家的圣在那边的打龙的时候 你另一边的圆在那边的打龙的时候 你优先任务是什么是保持自己的血量 然后在对面打野如果要来换资源的情况过去干扰一下别人 这是第一波资源团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盲目去找对面上单去单挑哪怕你就互相打残了 那边打野过来动先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过去干扰的嘛 就感觉思路有点乱了 这局的MEP感觉应该要给到阿卡丽了 当你这局阿卡丽玩得很好 阿卡丽确实玩得很好 这个发挥 而且很多波秀起来了 切人也切得很准 他也加来 对面很大压力啊 看一下我们导播老师这MEP要给到谁啊一会儿 这局这个 怎么说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 微博自己给到的机会 就总想着有个圣 打起团呢我们不吃亏 然后开的那些团都是你能开到对面 但是后面的队友离得太远啊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来打团的 伤害跟不上 那反而是美国团战可以看到京东的一个配合啊 一个集结速度是比微博要快很多 这一局 看一下MEP给到了阿卡丽啊 那里的阿卡丽八干二干九的KDA 如果狗飞啊确实阿卡丽这把打的真的很好 对 这局可以说他的阿卡丽是玩爆 就负责 哇